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瑞 其实我发现很多朋友 特别是一些刚刚接触模型的朋友 对有金属质感的模型会非常向往 会觉得很炫酷 很贵气 关于金属器的喷涂其实不难的 但是享受的精致一些并且耐看一些 还是要注意一些小的技巧 不然的话做出来就会有些俗气 更别提品质感了 那这期我们就来讲讲金属器的喷涂技巧 之前是做过一期金属质感大魔神的视频 用到的是金属器在模型上最基础的表达 为的就是给这期金属器喷涂的教学视频 做一个通俗易懂的案例出来 那还没有看过的同学可以先去补一下 首先我们来讲讲金属器的作用 大家能够买到的大部分的拼装模型 都是塑料材质的 但是通体都是塑料成形色的模型 看起来质感会有些欠缺 尤其有些机体的原设定就是金属质感的 那一身塑料确实会让人感到有点廉价感 玩具感 既然是定位被称作模型的作品 还是要跟玩具在还原度上拉开一点差距 这个时候合理的去使用金属器 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模型的真实感 另外由于金属器拥有很强的反光属性 在光照下会形成很丰富的光影变化 所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模型的华丽感 当然不是所有的模型产品都适合做成金属色 那我们就来聊聊金属色的适用范围 如果失去大面积的使用金属色 那体块的组合不太复杂 且具有一定弧度的大曲面是最适合的 这样的表面做成金属色呢 在光照下最能够获得连贯且富有变化的反光效果 也就是大家想要的那种华丽感 这款模型啊 虽然细节还算比较多 但大的体块关系是很清楚的 并且多数表面都有一定的弧度 就非常来适合做成金属色 如果是小面积使用金属色的话 比如说在喷口处啊 出气口啊 散热片啊这些地方 或者仅仅是想通过遮盖分色来做一些小的点缀啊 其实会更容易获得比较好的表现效果 我也很推荐新手朋友多去尝试这样的做法 模型玩的比较久了 你可能会发现啊 很多做的好的大神啊 其实挺少去做全金属漆喷涂的 但是常常会用小面积的金属色 去给模型做一些点缀 最后的完成品呢 很耐看 质感也很棒 而且从操作上来讲 难度也不大 只是要注意漆面不要太厚 遮盖要做到位 关于遮盖呢 还不熟练的同学可以去看看之前一期 平喷和遮盖的视频 在喷涂金属漆之前啊 首先要做好表面的处理工作 最好是能打磨到一千目甚至更高 表面越光滑呢 最终获得的漆面就越细腻 水口啊 合磨线啊这些 肯定是要通通处理干净的 因为金属漆的光泽感强 会更容易把这些瑕疵给暴露出来 买过电镀版本高大拼装模型的朋友 多少会感受到表面的水口 还是比较嚣张的吧 表面处理好了 下一步就可以喷涂 水补涂了 大家可以选择一千五百号的水补涂 一千五百号的水补涂 相比一千号的水补涂来说 会更加细腻 使用喷罐或者喷笔都是可以的 喷罐会更方便 喷笔呢会更容易控制 水补涂的喷涂啊 没什么特别的 大家可以翻翻看 之前喷罐或者喷笔的一些教程 都有讲到 如果在喷涂水补涂以后发现表面还是会有瑕疵或者沾上了毛发 可以用一千目以上的沙纸把局部有瑕疵的部分打磨掉 等处理好以后再次喷涂水补涂上去就可以了 水补涂完成以后下一步是很关键的一步 喷涂黑色光泽漆上去 注意在大多数情况下 用光泽黑去打底都会让后面喷涂的金属色发色更扎实 都会是靠谱的做法 少数的金属漆会因为光泽黑打底 产生偏色或者其他的一些反应 当然呢如果在你的配色计划中有独特的一些要求 也可以使用白色或者其他的一些颜色来打底 所以大家在配色阶段啊 可以多去试试各种漆覆盖使用的效果 也就稳妥了 黑色光泽漆的喷涂啊 在操作上没有什么特殊的技巧 而且一般来说啊 黑色的遮盖力还都是比较强的 大家可以去湿喷 就是喷到表面湿润 但是又不会因为漆太多而产生机漆 那一层干了以后呢 观察表面是否覆盖均匀 如果还差一点呢 就再补一层上去 最多呢也就是喷两到三层就可以了 这里呢要提一下黑色水补土 因为有的朋友会问啊 如果直接用黑色水补 是不是可以省下一步操作 因为黑水补既有水补土的作用 本身又是黑色的 这里要分不同的情况来讨论 如果最后要做的是光泽金属色的表面啊 那黑色水补土啊 还是不能取代黑色光泽漆的 用黑色光泽漆去打底的表面啊 明显会更光滑 光泽度也明显会更好 但如果最终要做的不是光泽的表面效果 比如说一些铸造的效果啊 或者是其他旧化的表面效果 因为对表面的光滑度没有要求 到时可以使用黑色水补土来打底 效率会更高 好了 在用光泽漆打好底以后 下一步终于要喷涂金属色上去了 首先要注意啊 空气的湿度最好能在60以下 湿度如果太高呢 金属色的发色会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 发色会变暗 光泽度会打折 再说金属漆的选择啊 金属漆本身的素质 对金属漆最终的表现效果有直接影响 金属颗粒越小呢 表面就越细腻 好用的金属漆呢 遮盖力也会更强 在喷涂中更容易表现出耀眼的金属光泽 所以在金属漆的选择上 选择一款靠谱的金属漆 就变得很重要了 在大魔神的期视频中用到的主要是 俊世SM系列的金属漆 这系列的金属漆颗粒细腻 光泽感也很好 就表现力上来说可以说很稳定 另外关于吸湿剂呢 大家是可以使用普通的吸湿剂来吸湿的 但建议呢 最好去使用素杆型的吸湿剂 因为这种吸湿剂干燥的速度会更快 可以让金属颗粒很快的沉淀定型 有效嫌少金属颗粒在油漆表面 无规则的悬浮移动 那么金属粒子呢 就会在表面排列的更均匀 也就可以表现出更完美的光泽表面了 关于吸湿比例呢 一般来说1比2或者1比2.5就可以了 不同品牌的气料浓度不同 吸湿比例也会有点不同 但原则是一样的 金属漆呢不一条的太稠 相比普通的油漆来说会更容易读比 如果遇到遮盖力不太强的金属色呢 一层喷上去以后可能会发现 颜色有些暗 那是因为下面的光泽黑底色透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只要多喷几层 采用薄喷多层的方法就好了 注意不要太厚 导致表面有预激就好 感谢观看 然后我要说一说透明色 使用不锈钢色 银色 铸铁色 这种没有色彩倾向的金属色做底色的话 后面再去覆盖不同颜色的透明漆上去 可以很灵活的做出各种不同颜色的金属色 做出很多不同的搭配或者是渐变效果 比如大魔神呢 我做了蓝色到紫色的渐变效果 就是使用透明色来做到的 1-2《吉他,三德,五五六三》 2-3《吉他,三德,五四六十一》 2-4-3《吉他,三德,五五十一》 2-4《吉他,六十一》 2-4-3《吉他,八道黃太斗》 2-8-七轅 2-4《吉他,八道五十一》 如果有直接能用的彩色金属色 比如金属蓝金属红这些 有正巧就是自己想要的颜色 那也是没问题的 在喷涂的步骤中可以少一道工序 而且即便是使用了有色金属色 后面仍旧可以通过叠加各种不同的透明色 来调整金属色的色相和冷暖 最终得到自己想要的颜色 总的来说 合理的使用透明色 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金属色的表达 大家可以在平时的制作中 多去尝试多去搭配看看 难度不大 但这样的积累无论对于自己更进一步的去认识颜色 还是认识模型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最后我们来说说保护漆的选择 保护漆无非就还是那三种 光泽漆 消光漆 还有半光漆 光泽漆反光最强 效果最华丽 消光漆反射最弱 效果最内敛耐看 半光漆介于两者之间 在金属漆之后使用哪种保护漆 并没有对错优劣之分 三种的效果都各有千秋 另外要讲的是在金属色的喷涂步骤中 如果不需要去调整表面的光泽度 并且表面也没有水贴或者其他贴纸需要去保护 保护漆并不是必须要做的一步 因为很多金属漆本身就拥有不错的附着力 不是那么容易被划伤 但是要注意 虽然多数情况下光泽保护漆会让金属漆表面 拥有更高的光泽度 但也有时候会有护肾现象的发生 就是在金属漆的表面喷涂光泽漆以后 反而变得浑浊了 这种情况呢 多是在使用附着力不强的金属漆时容易发生 光泽漆湿喷上去以后融化了一部分金属漆的表面 使得有些金属漆的颗粒跟还没有干掉的光泽漆混在一起 金属颗粒的排列就会发生改变 看上去就浑浊了 遇到这种情况 可以尝试在稀释光泽漆的时候 尽量的去减少稀释剂的使用 稀释剂尽量的去选用速干型 而不是缓干型 另外也可以去尝试改变喷涂的方法 不要直接去湿喷 先薄薄的喷一层光泽漆上去 这层会干的比较快 往往就不会跟下面的金属漆太多的融合 等干透以后再湿喷光泽漆上去 这样有了中间薄薄的一层光泽漆去保护 会有效的防止后面湿喷上去的光泽漆 跟下面的金属漆发生反应 那如果还是不行 可以尝试换其他类型的光油使用 比如说水性光油或者氨基光油 其实类似这样那样的小问题 在制作模型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 如果遇到问题跟模油多多去交流 相信不但不会影响大家制作模型的积极性 反而在解决问题以后 还会因为自己的进步有那么一点点的成就感 最后耸结一下 金属漆的喷涂步骤是 一 喷涂水补土 第二步 喷涂黑色光泽漆 第三步 喷涂金属漆 第四步 喷涂有色的透明漆 第五步 喷涂保护漆 最后两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不是必须步骤 每一步都尽量去做好 那最后的效果就一定是让人满意的 另外在配色方面大家可以多下下功夫 平时就多多去尝试一下不同的搭配 如果实在没感觉 可以多多去学习一些做的好的作品 去参考一下 想要做出好看又耐看的模型 审美真的尤其重要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下节课我们来讲讲阴影喷涂 相比较平喷作业来说 在技巧上的要求就又高了点 想追求进步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误 想了解更多的同学 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瑞德模型世界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微信群一起讨论模型 进群通道也在微信公众号中 另外欢迎关注我的微博瑞熊熊大火 最后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给视频点赞投币收藏分享 这里是瑞Studio 我是瑞 我们下期见